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金融市政千头万绪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您邀请到三位一座 带大家来关注剖析我们的市政问题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庄景田庄一座 主持人杨一言 陈一言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安乐区市议员庄景田 一座好 第二位是我们七土区市议员 我们的杨秀玉 杨一座 主持人 庄一言 陈一言 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市民好朋友们大家好 杨一座好 第三位是我们原住民族的市议员 我们的陈明健 陈一座 主持人 庄一言 杨一言 还有电视机前的市民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原住民一席的陈明健一言 一座好 一开始我们要先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城市博览会 这个城市博览会已经举办完了 但是政府推动这个城市观光要如何与在地产业连结呢 我们要请教三位一座针对这一次的陈伯提出一些看法 我们先请教我们的庄景田庄一座 谈到这个城市博览会也结束了 那一开始从去年的预算争议蛮多的 尤其是疫情期间要不要办这么大的活动 那市长还是一直要办 当然我们市议会都很支持军会 也编了第一次编了3900万的通过 那去年的十月份要办 工程还没有讲说疫情严重 今年的四月要办 也讲说疫情严重 停到六月十号到十九号举办 那办这个城市博览会 当初大家认为是 让基隆的人建筑能够增大增光 那市长的毕业展 也可以在城市博览会里面展现出来 但是看到城市博览会十天结束以后 大家的看法都大同小异 说成功也不是很成功 因为很平顺把它办完 那城市博览会这段期间 也是疫情期间 所有的社团发动人数也不是很多 学生也是一样 家长更不用讲 大家都保护自己 所以这次城市博览会 从一开始大家的期盼很大 但是我们议会刚开始就看到它四个展期 都是在仁爱区中正期 仁爱区在国盟广场 还有我们港务局的C2C3 还有救火车站 那个城市转移战也没有完成 那中正期从这个正兵渔港 海科馆还有这个另外那个两个文化 杀丸 杀丸 对杀丸 工程还没有完就要办 所以让大家觉得不是很好的感觉 那最主要就是说人差不多 那当初大家在开幕那一天 人事也是虽然总统也来啦 我们市长关系不错嘛 院长也来了 副总统大家 长官来了很多 但是真正的这个公安客 还有我们基隆市民 基隆市民其实去看的也不多啦 这个我大概了解一下 很多朋友有的只有去两个站而已 四个其他没有全部走完 有的最后那两天海人潮有出现 那刚好是假期 好天气 那本来基隆市的 我们的交通就不是很好 那这一次看起来整个包装很顺以外 值得回忆的就是 朱铭美术馆那个士绅 人间系列的士绅 当初我一直在议会提出说 基隆市缺少这个街头佳季 就像朱铭这个雕塑 你看他打个领带 提个皮箱撑个闪 那种感觉就很像我们基隆市 要回家的感觉 要去坐船的感觉 让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 所以我想这次的城市博览会 整个时间办下来 没有留下什么 所以在产业上没有花光 花亮 通通没有感觉到 那最后留下来这个 能不能继续 很多地方都可以像政兵 应该将来的管理问题 沙湾那些 你像台北市那个烟厂 它是长久365天在经营 在对方开放 那我们能不能像烟厂这样留下来 这个很好的景点 让大家再继续 最后就是交通 还是我们基隆市最大的争议点 有的你说四个点要坐公车 不知道在哪里坐 要等车 车要那么少 给观光客留下这个很不好的印象 所以我想这次的城市博览会 你说成功如何打分数 只能是及格而已 不过希望最后 林市长能不能留下来 就看这些景点将来怎么样去延续 怎么样去开放 让大家能够继续再去观赏 就是希望城市能够永续经营下去 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杨秀玉杨益 对这一次的城博 有什么样的观察举建议 对刚刚我们这个主任在讲到说 永续经营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城市博览会 办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目标 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就是针对这个 这次城市博览会的一个检视 我觉得这个博览会的一个 就是说这个整个城市的一个观光 行销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在地的产业 要做一个连结 把它行销出去 创造在地的一个就业机会 那刚刚我们主任在提到说 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连结 我觉得才是最重要 就好像我们家一家公司 它生产了可能很多的item 很多的产品 那这些产品必须要可能透过电视广告 或是做各类的一些行销 那把我们在地的或是这家公司的这个产品 要把它行销出去 那要怎么样让我们这个 我觉得一个就是政治人物 就是一个领导者 最重要是怎么样把我们的 基隆市政的基隆的一个财库 怎么样开拓这个财源 我觉得我们做这个所谓这个 就是我们这次这个城市博览会的目标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常讲说 没钱万万不能寸步难行 这个钱真的很重要 钱真的很重要 那这次这个城市这个博览会 这个整个活动的整个过程 让我感觉还有很多的乡亲也在提到说 真的是金玉其外 败叙其中 真的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真的是很像就像包装 这个如果说包装 比如说包装很漂亮 但是如果说 比如说这个十天的展览 我们很多的一些 比如说比较 比较就是说展览的这些产品 都已经搬走了 那现在这个整个港区内 港区的这个整个状况 可以说是根本就没有 已经都感觉空空的 没有什么可以让民众可以参观的一些 一些就是可看的一个能见度 那我是觉得说 最重要是怎么样把观光带动进来 人流 刚刚我们庄议员在提到说 交通的问题 那我们我是觉得说 在港区 因为我们这次的整个城市的整个推动 只有让我感觉到说 只有这个就是针对中正区跟仁爱区 我们七堵区是完全没有发展的 七堵区在讲捷运 到现在还是在纸上谈兵 怎么样把人流带动进来 你光是有这些 像仁爱区这个部分 让我感觉就是东补墙一块 西补墙一块 没有整个整体性的完整的规划 那怎么人流要怎么进来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你光是有这些硬体的东西 有硬体的设施 人没有进来 你就没有帮我们这种市库开作 财团 财源 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 整个过程 我是觉得是 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真的有很大的问题 是 就是希望能够最终要跟产业 联结帮市库迎进收入 这才是最终的目标 也就是这次城市博览会 大家希望可以看到的一些亮点 那我们要请教陈明健 陈宜泽 这次的城市博览会 我想大家也都非常辛苦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一个 改善的一个空间 刚刚我们议会同仁也讲过 以上几点 我个人也认为在第一个 在交通方面 除了我们的停车位置 非常欠缺以外 但是整个交通的一个接驳 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很多必须要改善的 像我们一些跨区的 这些公车 必须你还要到我们的公车总站 来去做接驳车所都的 然后再到我们其他的参场的地区 比如说是正兵一港 我想到我们的朝靖公园 尤其年纪年长的这些 我们市民想要到我们的展区 中正或是仁爱来去参长的时候 在行动不便的情况之下 让他们一直转来转去 我想给他们也是一个负担 这个是在交通部分 刚刚我们也是听到 我们的议会同理就说 我们城市博览会的最大的效益在哪里 我们除了是让我们的基隆城市 能够有一些更多的曝光的一个机会之外 成为我们杨毅言所讲的一样 你必须要产生我们的一些经济的效益 然后城市博览会参展之后 到目前你将来这些的展区的规划走向 到底是要带到哪里去 像我们以前台北市的瓜博会一样 那个场地非常的大 但是瓜博会开展之后 这些场地你要如何去运作 怎么样让它再带来 更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经济效益 尤其在我们城博会参展的期间 是我们疫情还是非常的远近 我们也看到很多学校的校外教学 带着小孩子学生整队的 来带到各展区里面 一个老师有时候看到是带二三十个 这个在安全方面要特别特别的要注意一下 所以城市博览会 纵然是办的是 还是看得到有一些的成果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 来潜逃它的缺失在哪里 让我们这个城市博览会 能够这一个永续经营的能够经营下去 是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健康 然后永续的在这一个城市 继续的生活发亮 那说到继续在这个城市生活 其实三位一座在地方的关怀上面 是付出非常大的心想 要先带大家来看一看 我们的原住民的乐乐棒球开打 亲子互动非常的有趣 这个活动是由纪佣市政府 原住民族妇女公怀协会共同主办 以及市议员臣民建服务署支持之下 邀请了纪佣市的原住民家庭 报名参加这个非常有趣的 亲子乐乐棒球活动 可以让全家大小亲子共同来参与 一起在阳光下挥洒汗水 达到运动健身增进感情的目的 父母亲跟小朋友都人手一击 这样的互动来讲就越来越鲜少 那我借助这样的活动来讲 希望大家能够走出户 走出那个室内然后走到户外 因为像现在疫情的关系 大家运动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晒太阳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那我是因为这次的疫情 有深怕是说惶恐是说这次疫情会影响到大家 但是我是觉得现在的疫情也越来越好了 越来越降低了 所以我才要办这样的活动 那因为这次我们基隆市政府大力的支持我们 以及陈明健市服务处大力的支持我们来举办这个活动 那这次也希望大家能够家长跟小孩能够开心的玩 就是要帮大家凝聚这个家族的感情 让亲子的关系更上一层了 我们要请教陈明健一座 在这方面其实推了很多的活动 就是要凝聚大家的相信力 那是啊 我们过去有举办很多原住民的一个提议跟经济的一个活动 但是这个亲子热热棒我们在基隆市 在原住民这一块 我们是第一次 但是我们在小学的校园里面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校园也在推展这个热热棒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所以有一次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可以非常促进家长 父母跟小孩子之间的一个关系 尤其我们在疫情期间 大家这个距离可能会稍微的会有一些的拉圆 甚至于家庭有一些确诊的 或是有些被区隔的这部分 让我们亲近的机会 相对的减少 或者就算你在家里面没有得到这些疫情的这些家庭里面 我们现在每人一记的情况之下 回到家里 不像过去我们父母亲跟小孩子直接面对说 你今天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关心小孩子 小孩子问我们的父母亲一些问题了 反而第一个就是手机 看手机 手机有没有其他的信息 然后打出去 所以这样的一个亲子关系跟这种亲情 可能会有一些会越来越远 所以顾虑到这一点 我们就想到说 从活动方面 然后寓教娱乐这方面 用这个跟家庭里面跟其他的家庭 跟我们其他原住民的一些些 亲主这些 能够从这个活动方面 再次拉近他们的一个感情 甚至于能够增进家庭 父母跟小孩子的这种亲情的一个关系 不要因为疫情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使我们这些的亲情越来越延 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活动 在疫情之后的新生活的一个方式 能够慢慢把过去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 慢慢来重新再拉回来 所以我们逐步的除了亲子 这部活动 我们将来我们还会从老人的一个像7月23 我们也这样举办一个老人的一个捶球一个活动 我们也希望这个跟小孩子 也跟他的阿公阿嬷 跟他的父母亲一起到球场来 共同的来去参与这些的活动 对 就是要凝聚亲子的感情吗 刚才说除了从亲子开始推之外 那接下7月23号会有这个老人的捶球赛 也是我们的民间异座来极力促成的 也邀请大家一块来参与 那说到关心这个地方事务 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秀玉异座 它就是非常的在地化 因为它在地方上有任何的缺失 它都可以第一时间察觉到 要先带大家来看这个地下道的路面破损 它马上就紧急来进行处理 避免更多的人失足受伤 在七毒火车站旁边重要的车型 以及人行地下道 长新地下道 最近被民众发现部分人行道的地砖 隆起破裂相当严重 已经影响到民众行走的安全 因此民众向基隆市议员杨秀玉反映后 杨秀玉也亲自到现场了解状况 并且争取市政府公务处 在这两天内紧急处理 先用水泥铺平破裂的地砖 维护行人的安全 在这个我们很清楚 我都在长新的一个陛下道这边 那昨天有民众请过说 这条这个专道 这条整个地盘的不半径 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危险 那我昨天晚上 马上就拿起来的那个 那个合科长 请他们来寻补 他去我了解说 他们都过圈的附属 他们愿意来帮忙 那刚刚我也跟我这个 那个合科长提莫过的 他说明天上 会请那个相关单位 施工单位 会在现场 做R7的那个 就是水泥的一个 先填底 先暂时 先就是说 反给用户人的安全 那也谢谢我们那个合科长 做事非常的用心 这一点真的值得我肯定 那也希望我们相关单位 要注意行的安全 尤其是跟我们老百姓 每天生活在一些 相关的议题要重视 也只是这个顾面的一个 希望大家可以重视一下 杨秀玉表示 市政府公务处指出 这个地下道应该是属于台铁局负责 不过为了保障民众安全 公务处将会先行来做紧急处理工作 就是真的很关心地方的发生的大小事 我们要请教杨秀玉养育座 就是营造幸福的生活环境 那么我一向以来 我就是非常关心 跟我们相信生活在一起的相关议题 用户人的安全 包括就是公园各方面 我都非常的关心 那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 藏心地下道是 我当我处理真的是蛮快速 我一向就很讲求效率的 这是因为我们家在地方 这个卫民服务也四五十年了 所以我非常了解说 老百姓需要的是什么 老百姓需要的是 每天跟我生活在一起相关的议题 尤其是攸关到 我们老百姓的一个身家安全健康 我一定是最重视的 所以我那时候处理这个地下道 就是我记得我那天是礼拜天 好像是礼拜天 那民众跟我讲 我马上就记录在我的手机 我隔天就打电话 应该当天晚上就赖给那个科长了 那科长他真的也蛮配合的 蛮配合 因为也不会互踢啤酒 我跟他说 这个到时候有人跌倒的话 这个要找谁过沛 那你用路人的安全 这个要马上紧急处理 平良心讲 科长他真的蛮用心的 就赶快派这个施工单位到现场 来把这个整个隆起的这些地砖 因为蛮严重的 我在那边盯了两天 我从头到尾都在那边盯 因为我在现场盯 我在现场学习 因为我们当民意代表 不是只有说 哎 联络 那就要交给他们处理 我从头到尾都在现场去 了解说他整个铺陈的过程 要用心嘛 其实我常常讲说 为民服务 其实就是用不用心 只要你用心 我觉得没有解决不了的 解决不了也可以改善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当个民意代表 就是你扛起的一个 就是一个社会责任 能民的事 就是我们民意代表的事 为什么叫民意代表 我们民意代表就是一个 跟政府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 所以我觉得民意代表 要把你的存在价值要做出来 所以人民才不会把他这个托付 我们当一个代表 所以要把他这个整个呈现出来 让人民觉得是 我们选这个民意代表 是有嫁人的 我们有什么事情找他 他马上来处理 我觉得这个是老百姓最 他应该是最关心的就是这个议题 那关于说比较长远的规划 我们讲的捷运 这就是属于长远的规划 要做很完整性的规划 所以我在做 我在卫民服务 我在基层这个区块 我可以说 我是算是做得很落实 我也都是很快速的处理好 因为我很讲求效率 就是讲求效率 然后更民在一起 那你刚刚说 你自己在那边监工 我也吓一跳 哇塞 真的是太认真了吧 在那边看到底 有没有把那个修好 说到这一个 要带大家来关怀我们的学子 我们的庄景田庄艺座 长期关怀我们的学子 其中在大力推动这个运动上 也费尽了心力 我们一块来看看 他媒合的企业 来捐赠了我们的勇俊 他小孩去上游泳课 忘记带了泳帽 那不能下水学习 回去跟阿公哭 那阿公就想一想一想 这个阿公来处理 就促成这个 今天的监政仪式 也希望所有学校回去 能够忘记带了小朋友 提醒他要带以外 学校也可以提供 这个监政的东西 让他们去学习游泳课 因为孙子的一句话 让爷爷萌生捐赠 勇静和勇帽 透过市议员庄景田促成 安永企业服饰行 准备了500套的勇静和勇帽 赠送给安乐区的 9间国中国小 这个捐赠的商品 能够带给国中国小 安乐区的这个学校 在游泳课上课的时候 如果学生忘记带的话 能够给他们及时的帮忙 让他们每一堂游泳课 都能够下水 去做最好的学习 善举获得各校支持与感谢 教育处代理处长 也亲自出席 参与捐赠仪式 装艺座 感恩道看行 尤其是 那个蔡董事长的 这个爱心跟热心 因为这个对我们学生的 这个游泳课 游泳教学 是非常有帮助的 感谢我们 蔡董事长的爱心 也谢谢我们装艺座 装景田装艺座 这边的热心签诚 蔡老板笑着说 未来有计划 要加汇给全基勇士的学校 希望在港独长大的孩子们 都能学会游泳 当个海洋之子 真的就是关怀我们在地 发展我们的学生的 一些体育项目的技能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 装景田装艺座 其实在关怀这部分 其实做的蛮多的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蔡老板 这一代的社会 说实在也蛮温暖的 因为这个期 当初是这个家长的阿公 看到阿孙的回来在哭 他说他今天没有参加游泳课 阿公就问他为什么没有参加 他说他今天忘记带勇帽 所以不能下去 那学校提供的又有限 那刚好我的这一位蔡先生 他在经营这个事业 他说那大概要多少 我说善心不一定是多少 你只要能力做得到都可以 他说他兼500套 包括永茂 永静 那我算一算500套 我们安乐器刚好可以 提供到整个安乐器 所以安乐器的国中小得可以 就是要让这些学生 今天忘记带了 永茂 永静 那可以到学校提供给他们使用 所以像这么温暖的 尤其是学生 学生对运动非常重要 因为他们的成长 而且是游泳的课程 那游泳的课程对身体是最棒的 所以学校看到这个企业家这么有心 非常高兴 所以我想社会是很温暖 不管是这个监政任何东西 像这次疫情期间 为很多朋友都提供 社会善心人士各些团体 都在做善心的这个工作 所以感觉到台湾还是很幸福 真的很幸福 像这样子为学子来谋服的 还有我们的杨秀玉 杨益作 他其实媒合了一个我们长新国小 他让长新国小把它打造成生态场域 而且重点是跟社区一块来共融 我们快看看 木椅景观座椅围绕着生态渔池 不但方便家长们接送孩子时 可以坐着休息 也可以让孩子们了解生态的重要性 搭配宫灯造型的景观灯 成为开放式的大门景观区 也成为附近居民的小小公园区 七堵藏心国小校长郑兆斌 陪同市议员杨秀玉 参观大门口诊见之后的造景成果 另外也带领议员进入校园内 重新整建设置完成的植栽教室 以种植仙人长等多肉植物为主 希望让学童们可以寓教育乐 其实艺座的理念非常的好 它不是只是把东西修好而已 希望这个修好以后 能够运用跟有教育意义 所以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在走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只是这个柱子有点嗅死 想说只是改进 后来艺座有说 这样子是对教育来讲没有很大的意义 所以它就投注更多的经费 所以我们就把它整个营造出一个 温泰的一个 温室的一个多肉植物的一个培养区 那包括前面的部分 我们前面其实有 之前有一些家长接种区 可以坐在那边的椅子 后来因为坏掉了 后来我们想说就整个把它串在一起来营造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在整个规划上 那整个一个资金上也谢谢我们学校主任 那最重要还是我们议员的 我们一座的一个高瞻员域 它其实不是只叫你做好而已 它是希望有更多的教育 跟学生的使用这样的部分 看到诊见后的成果 市议员杨秀玉认为 争取130万元经费协助长青国小 提升校园景观以及发展生态教育 非常欣慰 就是校长跟我争取经费 就是针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室内之灾 还有我们所谓这个环境改善 这个整个就是说环境这个部分 来跟我争取经费 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大自然植物是有生命的 那我们知道说校长他对这个血统 不是只有是科学这方面的教育 科学与这个大自然的结合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说 藉由我们校长的一个 他的一个发想 对这个植物的一个重视 所以谢谢你 那所以我在这个经费上 我一直予以支持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校园外的那个血统的接送区 那也是结合我们社区 结合社区说左邻右舍一些乡亲 可以在那边休憩 所以这是一个谢谢校长 在植栽教室里面 还特地设置玻璃墙 当成老师讲解植物时的黑板 也可以成为学童们的涂鸦墙 任意画下各式各样的植物 或是写下观察植物后的心得 提升学童的学习兴趣 让校方有种感谢杨秀玉 对教育的重视和关心 真的来投资学子 真的是很正确的事情 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杨秀玉 杨秀玉所其实在关怀学子这部分 七堵区的学校几乎都照顾到了 对我想刚刚我们看那个影片 那个藏心国小 那之前就是因为那个校长 跟我提到说他有一个发想 就是针对这个生态场域的一个争取 那因为在那个就是藏心国小的这个大门外面 有一个就是家长接送区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七堵区 就是应该讲说很多的一个小区块的社区 没有修气的一个场所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学校的这个接送区 就刚刚藏心国小的外面的接送区 家长接送区也跟我们的这个社区的一些 相信他们可以提供他们一个修气的聊天 然后就是家长带小朋友在那边 比如说玩一些带他们出来走动走动 我觉得修气的这个场域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为什么我说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社区 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互动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我们必须要有所谓的一个场域跟场所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整个周遭的这个整个 就是说铺地不大的话 怎么样结合这个社区跟这个学校 我们能够共融 然后共同的这个整个来做结合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一向以来我都是一直非常支持 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未来的主人 就是我们这些小朋友 他们的一些就是设施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七堵 很多的这个校舍都是老旧校舍 那有很多的一些 就是说他们的一些硬体设施也好 或者其他的一些软体的部分 都必须要我们这议员来帮他们 做一些争取跟建议 所以只要校长有的跟我提到 只要我的整个整个 我可以做得到的范围 我都一定是全力的支持 无私的这个整个来奉献 对我们这些小朋友的一个就是支持他们 那包括五堵国小 五堵国小之前 那个黄校长在那边也待了八年 我跟黄校长算蛮好的 因为那时候我女儿在读小二到小六 我跟我先生就是轮流当学校教长会会长 当了五年 所以我跟黄校长也蛮熟 他也知道说怎么样在就是学校这一块 在不足的部分怎么样来争取 所以当时我在五堵国小也做了蛮多的一些设施 包括这个图书馆的一些设备 包括这个整个操场外面的外墙的一些 整个打造 算蛮多的啦 我一下子记不了这个我到底争取哪几样 真的是争取蛮多的 包括长兴国小七堵国小 整个就是大门外面的那个停车 停车阁的那个整个争取 我都是蛮重视这个血统的安全也好 包括血统的那个整个 就是说他们的学习环境 这一方面我都是蛮重视的 那我也希望说 就是说我们 当然政府还是要重视这个我们下一代 下一代的一些 就是一些经费上的一些支持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多规划 那谢谢 那谢谢 就是说当然我们希望说市政府能够再多加强 在学习这一块 就是能够在经费上多编练 那当然是对于血统是更好的 是真的就是关怀我们的血统 营造我们在地幸福感 那同样的与产业连结的 还有我们的原住民族 在臣民建议做的支持争取之下 其实原住民的假日市集开始了 打出了品牌形象 还有行销 一块看看 阿美族人在台上跳舞 一首接着一首舞蹈 炒热现场气氛 广场前市集人潮不断 客人挑选适合的手工艺品 有皮包 钥匙环 每个都是精致工艺 我要介绍的是 泰鲁阁组的产品 这都是手做的 这是那个多加手工艺 它还是会有象征 那个竹林的灵性 就是他们的竹林的眼睛 喜欢原住民的图腾 因为图腾都很有特别 还蛮有意思的 另一头飘来真正的鲁味香 各种特制鲁味 光是看的令人食指大动 因为我们家这个原住民 有刺中跟打告在那边一起 还有传统的原住民美食 更是吸引民众来抢购 才开卖没多久就抢购一空 这个是花曼 我们这边抓的 这边抓的寒话布 你要晒多久 10个小时 我们这个用心的 跟飞鱼一样 跟飞鱼一样 对啊 这是飞鱼 对 这个是飞鱼 这个就是飞鱼 对 这个是飞鱼 飞鱼干 对 飞鱼干 也是 这算是你们的主食吗 还是 对 原住民的 鱼鱼 原住民的这个鱼鱼就对了 对 吃起来感觉是怎么样 跟那个 这个多少钱啊 酒孔一样啊 配食主食啊 对啊 这一方面它也是可以做配酒 配酒的食材啊 很好吃 它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都有联系三个月 它来玩 顺便来买原住民美食 所以你这会来挖宝就对了 是啊 吃的保障 这里是原住民市集 为了推广原民美食 及部落特色 金融市政府民政处 这次结合了北区各地的原住民店家 在金融原民文化会馆广场 打造富有特色的假日市集 市营运的首日 就吸引不少民众来消费 原住民市集中午在签盘完完之后 怎么不容易今天市营运 那我们也丑化了很久 因为希望能够活落 整个海冰地区 豪华原住民汇馆地区的一个经济 同时也希望让我们原住民的一些 传统的农产品 还有一些食品 或者是一些文串的作品 能让更多的市民朋友来分享 那今天是第一个市营运 那预期在每个周六周日 都会来摆设 那特别是在城堡会 4月22到2号之间 也是每天都会有原民市集 那我希望透过这样原民市集的呈现 也希望带动整个周遭的一些观光 那我想原民市集 我们也让很多的原住民朋友 展现他们的美食 还有一些文创 特别是今天有的摊位 是包含他们原住民传统的食物 然后还有他们传统的手工食品 艺品 那我想相信这些东西 能让很多市民朋友了解 原住民的一些文化和地域 那也希望大家有空 在周六周日的时候 来我们原民市会馆 做招的市集来参观 假日市集诞生 不只民众开心 主人朋友更是振奋 不少店家发挥创意 不但有美食 还有传统服饰 摊位也兼顾生活 更让外界认识原民文化 我们希望能够在金融市 有这样一个原住民市集 能够带动我们原住民的 一些的经济的一个效益 这就是争取与产业连结 所以就推了这一个原住民假日市集 我们要请教成名建议之后 其实在争取原民经济方面 其实做了很多在地落实的建议及争取 像这样的一个整个 这种产业经营的一个方式 很早之前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构想 但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场地 过去没有那么大 这次趁着我们这次城市博览会 这样的一个契机 我们希望能够把原民的这样的一个市集 能够带动起来 所以我们这个市集 除了在我们城博会10天 联系做开放以外 这次的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到8月底 我们都会也都会在同一个场地 来做我们原住民市集的一个开放 因为我们过去原住民几乎都是 在从事劳力的一个工作部分 对于这样的一个商业方面的交易行为 甚少来做涉入 所以我们希望从这个原民市集 这样的一个开展开始 让我们原住民的主人 能够去开始了解 怎么去做一个产品的一个生产 生产之后怎么去做一个行销 行销之后如何把他们创造一些利润 甚至于让他们能够做永续经营的 这样的一直永续下去的 这样的来经营下去 我们过去因为生活的习俗 跟生活的特殊的一个习惯 大家都比较喜欢做一个 分享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凡是你取得的这些自然的资源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与各亲友来做一个分享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原民市集里面 让他们能够学习 怎么去从事这样的一个商业行为 尤其现在很多原住民的主人 都已经迁移到我们基隆市这个都会区里面 有很多的文创品也好 甚至我们山跟海的一些产品 如何来做创造这样的一个利润 使他们的生活能够更加的优质 这是我们这次原住民市集 真的是给它做一个起头的一个作用 尤其在原乡的部分 有很多都是一些原住民种植的一些农产品 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跟我们基隆市都会区里面 也能够做这样的一个结合 像一些比较特殊的农产品 能够在我们都会区里面能够享受得到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利用这些原住民市集 这样的一个进行 可以把我们这些原住民的文创品的推销也好 跟原乡的农特产品这些的资源 能够到我们基隆市都会区里面 能够做行销也好 一方面也能够帮助他们原乡的一些棉长的 这些种植的一些农夫 让他们有一些的农产的一些经济效益 甚至于让我们在都会区的这些 将来有希望从事这种商业行为 尤其要做实体店面的这些族人 也能够从中学习到一些经验 能够从事这些经济的行为一直永续下去 哇真的就是要连结产业落实在地的需求 这转过来他也带大家来看在安乐区 落实在地需求其实民众很想要说的是 回家能够快速找个停车位 所以呢我们的庄义座 他在市议会其实极力在争取 四维里多功能的停车场 我们一块来看看 基隆市议会进行市长施政总质询 基隆市议员庄景田质询时表示 某项民调指出 基隆市长林佑昌的施政满意度 将近七成很高 但是在交通改善方面 却只有五成左右满意 庄景田因此质询林佑昌 如何改善基隆市中心区 以及安乐区缺乏停车场的问题呢 我们要去突破不一样的地方 有什么高通有人 不敢说话 有改善但是没进步 所以停车的问题 我是说 你如果很困难 很用心一直在改革起来的事情 我有一个希望 就是说像鐵路坡 你也有新移到ABC3的停车场 市长是不是可以找到他 鐵路坡的停车场来做停车场 因为这次老百姓 酒精就好 他感觉委屈也要酒精 我们也有节流去到台北停车场 要把他载路回来就没人要坐 这也是我们有心要做 就是说你来我给你停车 我公车给你载路回来 但是也没人要坐 所以我想想的 像鐵路坡这种有好的地方 可以用很大的基地来做一个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还可以做地标 让人们看到 就知道我给人告一 那有可以停车 林友昌表示以安乐区四维里停车场来说 现在将朝多目标复合式的方式来处理 包括把社会住宅以及四维里民活动中心和停车场一起纳入规划 目前正在努力中 基隆市政府都市发展处表示 建德国小对面四维里现有这块免费停车场 基地面积大约600坪左右 如果只规划作为社会住宅使用 应该可以新建100户上下 另外市议员庄景田关心基隆火车站市中心区缺乏停车场的问题 基隆市长林友昌也表示 将利用基隆火车站南站的铁路局土地 规划一处多目标复合式停车场来使用 这就是地方民众这个迫切的需求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庄义庄 目前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提到这两个案子 有一点伤感 当初市长跟我的对话都非常的赞同 四维里停车场600多坪是我们室有土地 市长当初也讲说这个构想 土地竟然是自己的周边的户数 将近市长住在那里 将近3000多户 包括下来就是我们国税局 安乐区公所 场庚医院 那这一块土地当初市长就设计好社会住宅 复合式的多功能 包括这个李明慧堂 还有这个运动场所都会在里面 社会住宅以外还有可以做停车的空间 那现在社会住宅跑到洋医院他们驱逐去了 所以目前四维里现在把整个600年的土地重新整理 还是做停车使用 所以这个案子可能目前停车 就是说现在物质调整 物价调整可能不适合 因为周边这个港务局也都提供了 所以这两个案子很可惜啦 其实基隆市目前不是安乐区 七组七月中整个基隆市缺乏的就是停车空间 因为我们基隆市的道路面积是不能再改变的 爱山路也是这样 否则在尤其是我们安乐区 主持人你也住在那里 我们安乐区 你看现有长庚的周边户地 你看盖了大楼那么多 2000户 1800户 它的出口只有一个 不要讲停车空间 好那回来讲老旧社区 国家新城 这四十几年前盖的房子 都没有停车位 那所以我一直想 我也是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在邻里这个道路 来这个道路改善工程 所谓的就是晚上八点以后 可以让市民去停车 早上七点你要离开 不然我们这个停车真的有问题 那司政委会提到说 那这个消防空间道路你要流出来 那消防空间的当然要流 其他的我们是夜间可以开放 最后我也常常提到 现有的停车场像建德国小 讲我们安乐区 建德国小的停车场 都可以地下室开发来做停车场 安乐这个长乐也好 这个长乐也好 都可以五轮过都可以做停车场的多功能利用 所以我想金融市的交通 真正啊 下一届不管市长是谁 应该从停车交通来做改善 一个进步的程式 你说车子进来 没有地方停人家不会留下来 那你如果进来 你没有让他停他们更不会进来 所以我想刚刚看到这两个案子 现在都停顿了 希望金融市政府能够改变 让金融现有的学校停车场来做开发 那国有土地也来做多功能的停车场的停车空间 这样对金融市的停车空间才会有改善 对 真的就是要有回家赶快停到车位的那种感觉 就是幸福感那同样营造幸福感的其实还有我们的周遭一些零星空地 就是我们的公园 我们在七堵区可以看到富明里公园 还有长安社区的公园 还有百福公园 其实在我们的洋溢座的争取之下 其实都有所改善 我们要赶快来请教我们的洋溢座 那么我先讲一下就是百福公园部分 百福公园我记得我好像是在第十八届的时候 就有这个我们百福社区的这些有乡亲的跟我提到说 养养养养养养 那个百福公园 荷花池乱七八糟啦 然后就是怎么那么漂亮的公园 怎么都没有人在管理啊 然后那个整个树墟长得像那个老公公一样 然后包括那个整个草皮都没有修剪 我为什么一直来都非常重视这个公园 我讲这个我们公园植物 我们都知道动植物都是有生命的 那植物跟人类一样 它的这些 就像我们要编预算一样 我们每个月要编预算 我一个月要剪头发几次 剪头发几个月剪一次 或是我头发一个礼拜洗几次 或者男生的话要买刮胡刀 可能要刮胡子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市政府在这个 我个人在这几年从政这个有观察到说 在公园这一个管理这方面真的是非常的不足 我觉得这个公园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公园是跟我们老百姓每天生活在一起的 每天生活在一起 它这个对我们的身心健康 是攸关到身心的健康 而且攸关到我们 我们就是相亲 就是左邻右舍相亲的一个互动 还有这个 应该是说这个场域的这个重要性 我觉得我们市政府没有在重视这一块 我觉得我常常讲说 为什么我很重视基础建设 就是跟老百姓生活在一起的相关的议题 包括马路的这个安全性 公园 包括这个停车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都很重视这个 因为这个是老百姓每天 蜜蜜八金 就会接触到的这些相关的议题 那公园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为常常有很多民众跟我反映说 我们这个社区的公园 乱七八糟也没有清洗什么的 那我就是一直以来就是关心这个公园的部分 包括这公园的这个要有 如果说市政府在经费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们是不是要结合我们的这些 就是社区的这个志工 怎么样来把这个社区的公园 当成是自己的家 就是这样当成自己的家 怎么样来做结合 来做管理 一起来协助我们这个整个区域的一个发展 区域的一个管理 我觉得很重要 这个都是 大家是互相协助互相帮忙 那政府当然是重点是在政府 你在这方面的管理 有没有落实去做到 所以我觉得说公园 这部分真的很重要 大的公园 基隆市就是中正公园跟这个百夫公园 这就是很好的打卡的景点 好好的规划 这个都是未来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卡的景点 那小公园就是我们社区公园 这社区公园 这是最重要的是社区公园 每天都是会去的地方 一定要重视它 所以我一直以来就是 很重视这个公园的一个营造 那个氛围 其实有时候你用个小玩偶 那有一种打卡 就是打卡然后拍照 你可以让自己每天心情美美的 这其实都是 我个人认为 这公园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我感觉说 都没有在做 就很多的这种公共建设 其实很简单 但是我发现说 做什么事情 你有用心 有没有用心去做 有没有用心去观察 我觉得当一个政治人物很重要 是你周遭要去观察 这观察很重要 你没有去观察 你就不会发现问题在哪里 当你发现问题在哪里 你有没有用心去做 其实很多事情是 你用心没用心 你用心去做 我相信它很快速就可以做好 而且会让我们民众是有感的 对 就是让民众有感嘛 营造里面的小确幸 那其实就是很多民众就是下班 可以早一点回到家 这件事交通通顺 也是民众很关心的议题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 庄吉田庄一座 其实在改善基金一二三路部分 花了很大的心思在上面 所以我一直对交通 比较有信息是说 因为刚刚也提到说 基隆市的道路面积不足 那基金一二三路又是 所有公关客要下来 基金上外里必经知道 那我们到我们地区 基金一二三路 这个人口数以来也增加 最主要是北二高跟北一高 都在那边做起点 那基金一二三路 现在又交给公路总局管轄 所以基隆市政府 现在很少去了解交通通 所以这次这个局长特别关心 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说 他在假日要做调拨的空间 那试用期间 当然他们认为是说有必要 但当地居民认为说不是很适合 那基金一二三路 如果道路面积没有办法拓宽 应该要做分流的动作 那分流你如果经费那么高 不做那永远就停顿在那里 其实北阿安的观光路线 人口数非常多 那加通量更不用讲 尤其是我们在道人的沙滩 现在沙滩 假日都是没有办法下去 连居民都不能出来 居民出不来 所以像这种观光景点 金融市政府 如果没有管道基金又三路 那自己又没有去做分流的工作 那些居民今年一直在 还好是疫情 不然今年他们准备自己的车子 都要停在门口 不让大家进来 所以观光景点就没有停车场 那活动观光客的流量要怎么办 所以我想基金路还有卖基金路 市政府有这个改善以外 但是停车不足 交流量又大 那永远就摆在那里 所以基金一路目前 看起来是一般上下半很正常 那如果真正上班时间 一定是塞车 假日更三 所以我想是说 基金一路三路既然公路总局 我们还是要建议它来做分流 因为从六月下来 下来就碰到基金二路 那基金二路跟基金一路 刚好在中间 如果卡住 前后都卡住 所以我一直建议是说 公路总局应该听听 我们市民跟市政府的建议 来做分流 他们一直讲说分流要250多亿 那么高 前这一次的疫情就花了几千亿 一次就拨8400亿 那用在哪里也看不到 那加工改善你就是要去做 因为大陆如果不行 跟分红一样 一定要做分流 所以我是想说 公路总局 你能够长期来关注基金一路三路 不然基金现在没有办法脱开 我们地方只是说 那是不是不要人行道 那不要人行道 那人民的安全 那现在有想说 那不然两边就取掉一边 那这个五轮溪就用闲壁式的让人行道到河的上面 如果这样可能有多一个车道出来 这样的分流车道才有用意 不然你原来的中间又有一个分阁岛 那你分阁岛的分流一般四线又不好的话更危险 所以我们是建议公路总局中央应该重视我们真正需求的交通改善 是 真的就是关心在意的需求 刚刚提到的建议也真的蛮好 就是多一个车道让这个交通更顺畅 那最后剩下两分钟 我们就请三位一座来对大家说说话 我们要先请我们的陈明健陈一座 是的 刚刚有关这个经济建设部分 也要跟我们所有的族人也报告一下 我们为了要打造更优质的我们的生活环境 所以在今年我们这次的追加景预算 也争取了380万对我们原民桂馆的 这样内部的一个整修 也争取了195万目前在发包中来做 整理我们原民广场周遭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之前我们海滨国宅 我们也跟中央争取到了1500多万来做整个 海滨国宅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整理 对于我们族人所需求的一些 各地的一个聚会所 我们现在也都逐一的来找适合的地方 来慢慢的来新建我们各地区的 这些族人所需要的一个聚会所 所以我们会非常用心 让我们原住民在我们基隆寺里面 认为基隆寺它是一个适合 他们移居的一个城市 对 真的就是落实地方需求 让基隆更移居 我们来请教杨一座 刚刚提到说落实地方需求 那么我想我一直就是站在老百姓的身边 只要人民的事情 大大小小事情都是我的事情 所以我身为一个民意代表 就是人民的一个桥梁 那也希望说我这个桥梁的存在价值 要把它做出来 也希望说透过我的这个整个桥梁 希望我们市政府能够重视我们老百姓的 一些基层的服务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所以基层的服务一定要做出来 这个是明明是可以做出来的一些社会的一些 老百姓应有的福祉你没有做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不及格 不是 我们要的不是一个空谈 我们要的是 因为我本身个性就比较务实 我要的是你呈现在面前给我才知道 我才认为他是真正老百姓是感受到的 而不是我要的不是空谈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市政府做事情 就是务实的一个态度去做 是 就是务实实际把精力时间 还有我们的金钱花在我们的地方上 我们来请教张艺座 基隆市这一次也办了城市博览会 那人间度也大了很多 希望我们的生活品质会更好 大家共同努力来改善我们基隆 那让基隆更花光花亮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艺座 带大家来看到对我们基隆 所各区所做的一些贡献跟努力 相信我们基隆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移居 谢谢三位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